白宫8月8日就困扰美国学校的勒索软件攻击 举行了首次网络安全峰会 在这次峰会上 披露了犯罪黑客在网上泄露了敏感的学生数据 包括医疗记录、精神病评估甚至性侵犯报告 身为教师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峰会上说 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孩子的未来 我们必须保护他们的个人数据 每个学生都应该有机会在遇到困难时见到学校辅导员 而不必担心这些对话会被全世界分享 根据网络安全公司MCCEFT的数据 今年至少有48个学区受到勒索软件攻击 已经比2022年全年多了三个 黑客在激活网络加密恶意软件之前窃取数据 有时包括学区工作人员的社会安全号码和财务数据 然后威胁要将其转处到网上 除非用加密货币支付 调查发现各学区的网络安全支出很微薄 峰会上宣布的措施包括 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将加强对K12行业的量身定制的安全评估 而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 谷歌和Cloudflare在内的技术提供商正在提供赠款和其他支持 联邦通信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试点计划将在三年内提供2亿美元 用于加强学校和图书馆的网络防御 8月9日 美国夏威夷州野火灾情因飓风逼近而加剧 夏威夷第二大岛毛伊岛有城镇居民被迫跳海躲避火势 美国国家气象局说 飓风朵拉可能会以安全距离掠过夏威夷群岛 但飓风导致岛上出现时速于95公里的强风 导致野火面积扩大 引发停电 通讯中断 毛伊岛的911报警专线停摆 急救人员恐怕难以及时到点救援 消防直升机根本无法起飞 毛伊岛的消防队持续对抗野火 这两天着重于对付岛上西部观光客较多的地区 以及西部内陆山区 位于毛伊岛以南的第一大岛夏威夷岛 也已出现火事 内陆区有多条住宅街道已执行疏散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 8月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莫斯科州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当天发生爆炸 至38人受伤 其中5人伤势严重 巨额紧急情况部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10时40分 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内 一座用于存放樱花爆竹的仓库发生爆炸 爆炸冲击波至多栋房屋窗户破损 商者已被送往医院 工厂人员被疏散 消息还说 发生爆炸的仓库由一家私人公司租用 初步调查显示 爆炸系人为因素所致 沙特阿拉伯旅游局8月8日发布声明说 沙特已推出多项便利中国游客的举措 力争实现到2030年吸引400万中国游客的目标 中国有望于2030年成为沙特第三大客源市场 沙特旅游局还表示 今年夏天 沙特主要旅游目的地根据中国游客的需求和兴趣 推出量身定制的体验套餐 部分酒店集团还推出了欢迎中国 家庭亲子出游的促销活动 在最优惠房价基础上提供最高达30%的折扣 游客可通过沙特旅游局官方网站查询和预定相关服务 沙特旅游局近期推出夏季新玩法活动 例如前往塔伊夫欣赏山景 探索艾布哈的穆夫塔艺术村和里甲尔古城等 沙特旅游局官方网站